华为与车企是有还是敌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 北汽长安等合作车企 并非仅寄望于华为这一家身上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 车企不想受制于人 无形中成为了华为上车的阻碍 对于造车一事 华为只怕会是身不由己 华为说不造车 你信吗 新能源汽车的浪潮 给了一众互联网及科技制造企业发力的良好时机 小米高调下场造车 阿里 百度等企业在智能汽车赛道也早有布局 2019年4月 华为首次以汽车增量部件核心供应商的身份 参加上海车展 并定下基于ICT技术 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增量供应商的基调 无造车 聚焦ICT技术 帮助车企造好车 2020年 华为特出的The High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包含了一个全新计算与通信架构 即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智能电动 智能网联 智能车云五大智能系统 2021年4月 赛利斯华为制选SF5 开始在部分华为体验店进行售卖 俨然要把汽车当手机卖的驾驶 另一方面是华为的口碑效应 在手机及通讯等领域深耕多年后 民族自信 国货之光等光环开始长期笼罩在华为身上 华为自带的品牌光环 在其进入汽车领域后会发生一定的先疑 头部车席合作态度不清晰 已打造的汽车产销方面表现不佳 种种原因让华为无法获取足量的数据 仅凭现在的数据量 要想支撑华为智能驾驶系统的迭代更新 是有难度的